永基是一个标准的混混 好吃好喝 好色好打架 脾气还很暴躁 不过好在跟着的大哥是公司的老板 他也就跟着成为了公司的高层之一 但他认为 只是做一个职工拿工资 距离他的出头之日上缘 加之 他也算是公司里的元老级人物 所幸便怂恿同样是元老级人物的朋友 动用股东的钱来炒股 而这天下班后 二人喝酒时 永基被另一个帮派的人触怒 于是将对方打得鼻青脸肿 因斗殴被判处150日的公共劳务 乌漏偏逢连夜雨 正在不顺的时候 他用公司的7亿元投资的股票 其实只是个诈骗的圈套 挪用自己老板兼大哥的7亿元 也打了水漂 而同时 他被判处劳务的对象 则是一名全身瘫痪的富豪律师常秀 常秀身患绝症 只剩下两个月的生命 虽然他已经时日无多 但自己所开设的律师事务所中 几个经理人早已经盯上了他的经营权 大家明面上对他很尊敬 但其实心里全盼着常秀的商务遗嘱 经理人们都希望将事务所的经营权 转交给自己 只等他一死 自己便飞黄腾达 为此吵得不可开交 常秀本就瘫痪在床 绝症确诊住进疗养院后 更不能直接管理事务所 就这样 两个人各有各的烦心事 也各没有各的办法 起初这二人完全是互相一万个看不上 常秀即使瘫痪了 对生活也依旧严谨到 有些吹毛求疵的地步 永基呢 则是彻头彻尾的大大咧咧 假之他一向将这里 作为他服苦意的地方 所以也都是扶皮潦草的糊弄了事 护理的方式也相当特殊 例如给瘫痪在床的常秀 看不可描述的小电影 不仅看 甚至还换着看 还要将不可描述的屏幕 对到常秀的脸上 惹得常秀哭笑不得 直到有一天 常秀事务所的经理人 找上门来 跳脸常秀 要求他将事务所的经营权 转让给自己 此时正好永基来到 经理人毫不客气地叫他出去 一向脾气暴躁的常秀 本就要发作 这时常秀开口 把他带走 这次就算你合格 于是永基二话没说 连推带丧的 就把经理人踹走了 逗得一向卧病在床 不够言笑的常秀 也少见地笑了起来 就这样 二人的关系逐渐不那么冷淡 直到有一天 常秀约他一起出去的时候 提到了自己的死亡保险金 因病自然死亡就有12亿 如果意外死亡就有27亿 常秀说自己死后可以把受益人换成他 前提是要将他人生中最后几个愿望完成 永基一听很畅快地答应了 要知道全韩国也不见得有人能够玩得过永基 他们先是一起去看了棒球 然后是泳池扫货逛街 永基甚至还带着常秀在锁骨位置上闻了货真假实 他还专门找来跑车带常秀兜风 在路边摊吃烧烤喝酒 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常秀逐渐知道了永基的人生并不算幸福 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 母亲因此而酗酒 忍受不了的他带着弟弟离家出走 一直到母亲去世 却因为没有钱购置一个公墓的格子 只是将母亲的遗灰撒在了城郊的山上 常秀于是拖着永基来到城郊山上 终于使得永基丢掉了对母亲的记恨 解开了长久以来的心结 终于清单上来到了常秀的倒数第二个愿望 他希望永基去帮他找一个人 但是随着永基的调查 他也发现拜托他去找人的常秀 其瘫痪另有原因 常秀原本是一位心狠手辣的律师 只手将一位清贫女孩 被富家少年玷污的案件翻了过来 被告少年无罪释放 女孩的父亲只是一位出租车司机 对判决完全无能为力 他气得发疯 便开车撞向常秀的车 就是在那场事故中 常秀失去了妻子和女儿 自己也全身瘫痪 永基本以为常秀是为了让他灭口复仇 没想到 常秀只是想对那位女儿的父亲道歉 却得知那个女孩在父亲入狱的一年后 便自杀离去 不过 就在二人逐渐交心的时候 随着时间的过去 永基的大哥兼老板 最终还是发现了他的小舅舅 他的朋友被打了个鼻青脸肿 差点为此丢了指头 老板告诉永基 要他赔偿20亿 走投无路的他 想到了常秀的意外赔偿金 于是动起了谋杀常秀的想法 常秀常年当检察官 怎么会不知道他想了什么 但常秀一来知道自己半截身子已经入土了 二来也知道永基急需钱 他只是想走得更有尊严一些 于是希望永基把他推下水 永基也确实这么做了 只不过他的良心以及他和常秀一起经历的事情 让他将常秀又救了上来 他已经下定了决心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偿还这笔巨款 永基找到老板 也是他曾经的大哥 提出要用自己的身体来偿付 在黑社会里 这通常意味着一顿往死里走的毒打 一向隐忍的朋友终于看不下去 要替永基出头 但这次 却是一向脾气暴躁的永基 按住了老朋友 我说 安静挨打吧 终于 老板念在20年的旧情上 放二人离开 那20亿的欠款 也就此一笔勾销 了结了这一切的永基 长秀拖着伤腿来到长秀的病床前 带他来到妻子和孩子的公墓 背起他 让他看到已故的家人 一如长秀拖着永基 来到他洒落母亲已故的山巒 长秀对家人的深情告白令人唏嘘 马上就过去 和你们一起团聚 这也是他清单上最后的愿望 三人行 影片的最后 长秀和永基坐在长椅上 两人一起看着那辆 长秀一直很喜欢 苦苦寻觅 却在他被宣告绝症的当天 通知他找到了的那辆奔驰跑车 突然的 长秀站了起来 离开了困扰他多半生的轮椅 他不再需要永基帮他找拖车 来找回自己驾驶汽车的感觉 而是真的自己上阵 驾驶着自己的爱车 在如画的田野上渐渐驶去 越来越远 安详而满足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而永基靠着长秀的死亡保险金 过上了安静的生活 远离了黑帮的尔虞我诈 他的弟弟也成功考上了新仪的大学 正如永基所说 这不是完美吗 流氓想要活命 用时间兑换巨额保险 妇人静后死亡 拿一生折现遗愿清单 这两个看来截然不同的男人 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永基是为了家人 不得不成为流氓 每天每天为了赚一点点钱 而东奔西跑努力活着 长秀的过去 也只是为了成功努力打拼 不过现在只剩下不到两个月的生命 但面对这样的绝境 他们依然坚强地面对人生 最后都让对方得到了救赎